社会经济发展快速,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,不仅是在城市,农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,国家努力建设城乡一体化, 江湘村的基础建设得更好,农村的生活水平不断在改善,也渐渐摆脱传统的基础设备,过去农村的电路非常落后,因为设施比较落后,经常会导致停电,这其终于遇到的麻烦和问题,使村民们困扰不已,村里晚上经常没有电灯,没有足够的照明,农民渴望解决电路问题,停电常常导致生活不方便, 国家也了解到了这个问题,对农村的电网进行全面升级改造,让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安全用电,但是没有想到,农村电网改造之后,农民却不买账,专家费解,调递电下,还不行吗? 电网升级之后,不仅解决了停电的问题,电费也下调了,农民可以享受更好的用电,但是农民却不这么认为,因为这样一个月电费算下来更贵了。 按照政府的说法,电网升级后,农民用电都比较便宜,同样的用电量,电价调低了。 按道理讲,农民每个月需要出的电费钱,是降低的,但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每个月电费,确实是在上架,出现了这个情况。 农民们质疑,是不是电网改造,是让农民多交电费呢?农民们不了解,因为电网升级后农民可以更方便的用电,很少出现停电的现象,以前使用的机械电表都换成了智能电表。 这样电表对于电量的测定更准确,可以检测到弱电,弱电是什么呢? 简单来说,家里的电器平时插上插头,看似没有产生用电,实际也是在消耗电的。 这消耗的小部分电量,可以称之为弱电,过去的机械表检测不到弱电,但是换了智能表之后,可以检测到弱电,自然电费算起来就比较高一些。 但从一个方面来说,这也能够促农民节约用电,而且用电方便之后,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他们会添置更多的家用电器,为了方便生活,用的电器多了,那么损耗的电量也会有所增加,自然电费会有所上涨。 农民们也可以发现,电路升级之后,生活的方面都方便很多,总的来说,电路升级还是带给农民很多便利的。